这只小狗不得了 不仅能徒嘴拉住飞驰的汽车 还能上天入地 储暴安良 它叫旺财 是一只专业的牌豹犬 这天 施张正在面对媒体发表讲话 突然 面前的箱子飘来一股味道 旺财朝着箱子大叫 警察赶紧疏散人群 封锁现场 不一会儿 拆弹砖加赶到现场 紧张地扫描着箱子 然后小心翼翼地打开 慢慢从里面取出一个东西 仔细一看 居然是个大火腿 顿时现场一片嘲笑之声 旺财无地自容 只能落魄地离开 脱掉警服 旺财在大街上当起了流浪圈 不料 来了个人直接把他抱走了 他以为自己被带进了宠物收容所 但实际上这是一个研究所 巴博士正在研究基因混合药水 只要成功 狗子就能拥有大象的力量 猎豹的速度 以及老鹰的飞行能力 然后威胁市长给他妈内 巴博士抓起旺财就要拿他做实验 旺财看到这么大一根针管 吓得急忙挣脱逃跑 在实验室里上蹿下跳 一不小心打翻了药水柜 所有的药水都浇在了旺财身上 顿时旺财骨骼变得惊奇 抖抖身上的水 撞破大门逃了出去 旺财太饿了 在垃圾堆翻找着食物 这时几只流浪犬看到自己地盘被侵略 集体出动追逐旺财 不知自己已经拥有超能力的旺财慌慌逃跑 不小心撞上了一辆车 男人急忙下车查看 没想到旺财一点是没有 男人好心地将他带回了家 但他不知道的是 车子已经被撞了个大坑 回到家里 旺财翻找着食物 摇起罐头还没用力 罐头就喷了出去 看到快递员挑衅他 他就对着快递员轻轻一叫 竟震碎了他的眼睛 看到沙发下的棒球 刚钻下去沙发就被顶飞了 吓得旺财还以为沙发要杀他 儿子杰克回到家 看到现场一片狼藉 还以为家里禁贼了 你吗 你刚才说了吗 什么 等一等 你能明白吗 这只狗狗不得了 无意中打翻药水 获得了超能力 不仅会说人类语言 速度也是惊人的快 瞬间绕地球一圈 还有时间在中途吃顿快餐 挖地埋树枝 更是比挖掘机还快 杰克相当吃惊 于是跟他约定 不能在别人面前使用超能力 他们正在公园里聊天 这时 杰克的女神小美 带着一只长发飘飘的小母狗走了过来 旺财看的眼都直了 顿时坠入爱河 无法自拔 可惜小母狗却婉言拒绝了他 他表示自己想找一个能让他神魂颠倒的特别的对象 不过他们可以当朋友 没聊两句 小狗就跟主人走了 旺财可不想只当朋友 他要的是旺太太 这边杰克正在测试他的听力 突然旺财听到女神被抢劫了 于是赶紧带着杰克冲了过去 一路上旺财跑得比车还快 跑着跑着就飞起来了 由于新能力还不适应 旺财直接撞进了办公楼里 像子弹一样击穿一切 就这样旺财拯救了自己的女神 然后悄悄地消失了 小美赶紧报警 警察询问是谁救了他们 小美说 她是黄色的皮肤 长长的耳朵 尖尖的虎牙 黑色虎须 棕色眼睛和湿湿的鼻子 警察也是非常专业 根据描述 几下就画出来了 像这样吗 回到家的旺财很懊恼 觉得自己是一只坏狗 跟杰克道歉 不该撞坏大楼和车子 杰克却觉得他是英雄 安慰他 坏不坏要看你怎么使用你的超能力 于是给他做了一套超狗战衣 有人需要帮助就穿战衣帮忙 没有任务就脱下战衣 做一只普通狗 从此便开始行侠仗义 成恶阳善 这天 一辆车在下坡刹车失灵 冲向过马路的人群 超狗突然出现 只见他一口咬着保险盖 双脚一登地 用狗腿当刹车 终于在最后时刻停了下来 超狗登上头条 成了这座城市的英雄 消息传到巴博士的耳朵里 于是决定要抓住旺财 他派手下扮演遇到危险的人 吸引超狗营救 想趁机抓住他 旺财认出他以后 直接拽着他在街上滑行 最终甩掉了他 但是他的项圈却断了 巴博士靠着项圈上的地址 抓到了杰克的老爸 逼他叫出旺财 杰克老爸在三条大狗的威胁下 大叫旺财 旺财听到立马带着杰克飞了过去 为了救他们 让巴博士取走了他的DNA 还吃下了便回普通狗的药丸 巴博士做好超狗药丸后 超能力恶犬来到市长办公室 威胁他签协议 杰克父子两人在配合下解开了绳子 带着旺财来到政府 巴博士的手下带着炸弹准备安装 小美带着他的狗悄悄跟了上来 没想到狗狗突然叫了一声 手下直接抓住把他俩绑在了栏杆上 旺财虽然没有了超能力 但嗅觉还是灵敏的 他闻到了炸弹的味道 于是从通风管道进入了政府大楼 突然一脚踩风 掉在地球翼上 旺财拼命保持平衡 地球翼越转越快 最后散架 掉了下来 一路踩着地球翼从楼梯滚下来 正好撞晕了正在签字的市场 旺财直接扑到了巴博士 超狗药丸撒了一地 旺财吃下一颗 瞬间恢复超能力 三条恶犬立即上来攻击旺财 旺财撒腿就逃跑 但四条腿哪里跑得过十二条腿 旺财只好停下来 打不过你就说服你 于是旺财开始了策反战略 对着三条恶犬一顿忽悠 你们主人帮你们挠肚子抓过羊吗 给你们起过名字吗 他只会凶你们 三只狗一听有道理啊 于是转头抓住了巴博士 最后时刻巴博士启动了楼顶的炸弹 旺财见状立马找到杰克 拿回自己的超狗战衣 飞上楼顶 救下女神 叼着炸弹就飞去了公园 然后开启挖掘机模式 直接挖到地心 由于炸弹威力太大 旺财被炸飞出了地球 太空旅游一圈后再次回到地球 人们见旺财没事 都为他欢呼 因为以后遇到危险再也不用怕了 巴博士也被关进了监狱 旺财的女神跟他吹着超狗的英雄事迹 突然问他 从此旺财保护着这座城市的人们 成为了人们心中的英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